我是大头,今天的话题是 空天烈遭英伦对决阻击,李晨夫妇认从提当 李晨指导范冰冰宁片酬主演,陆海宁片酬现唱的电影空天烈,原地党9月30号上映 自愁杀亲后,李晨夫妇就一直在做宣传场话题 即日,李晨求婚范冰冰,话题持续刷屏,尽管如此 空天烈的预售票房只有28.45万,远远低于陈龙主演的《伊能对决》500.52万 和沈腾主演的《修修的铁拳》887.01万 面对陈龙大哥和开心满花的来势汹汹,李晨范冰冰不得不认怂将空天烈提挡一天 求婚炒作没有成功呀,光看主演按着面信去看 新收陆寒唱的歌,我果蛋退票了 看他喊购,但是那么精致的装开飞机 就已经表明了这部电影的态度了 如果电影质量真的好,预售算了穷 占了二手印一日才4000多万 结果怎么样,使你桃花预售那么高,不还是扑街了 战狼在评论区里面,99%都差了 空天烈,99%都是差了便宜 同样的题,不一样的口碑 还是想看空天烈的 至于沈腾,不想看到他的脑脸 真是空天烈 空军能把奸二十借给李晨拍电影 真的很难得啊 作为一个君女,我愿意为奸二十花这50块钱 英文对决方华,品质有保证 说明成龙大哥和水藤一球光下了 再抄一单第三 本节目由快天烈出币